大家好,笑死浸的時間 剛剛看著你撞到的,看著你倒瀉水啊 不要亂說 今天我沒有出LiveLINK,就出了賽場 不要緊,我們有慣性收視,跟無線一樣 真的?我要先補一下LINK 今天,首先你看到我們在這裡,這個排鎮,不用了,不用Zoom 這個排鎮很明顯,今天就是熱血少年的出書日 又是下雨的日子 對,出了熱血少年也下雨 已經出到第四期了 我出到第四期,不知為何一點都不緊張 我心情很愉快,很輕鬆 的確你緊張嗎? 他不緊張 即是怎樣?反正都進入了鬼門關 不是,他的意思是錢又不是他出事 他沒什麼緊張 他畫到一幅街 今天就有幾件事要說 其實今天就會說一個比較文化向的題目 輕輕少少政治,很少政治 主要是說文化,一個比較冷滿的題目 就很久沒有做一些冷滿的題目 其實也不是很冷滿 只是比較文化探討的題目就比較少 是的,今晚就真的做一個比較文化向的題目 但是我相信大家都會有興趣 因為都會有些社會性 今晚講一個很特別的題目 就講一個關於寫專欄 那寫專欄為何會是一個題目呢? 那是否教大家寫專欄呢? 那就不敢當,因為我寫專欄比較差 但是對於寫專欄這件事,我也有些觀察 為何會無端端今天會開一個題目 說是寫專欄呢? 那有幾件事 是否跟我有關的? 第一件事就是,秀為現在AM730有專欄 其實是不算頻密的 一個禮拜兩天 一個禮拜兩天 四、三、星期五 一個禮拜兩天而已 但是他寫專欄是很大的事 很大的工程 有半天做不到事 有半天做不到事 有半天做不到事的不是他 而是我 是我有半天做不到事 不斷拉著跟我談 我寫什麼啊?今天寫什麼啊? 其實寫專欄是 如果你很要求專欄 每一期都有很獨特的觀點 很獨特的東西 事實上是困擾的 而陳秀偉專欄也不怕跟大家說 每一期都是集體創作的 其實你應該分稿費給我 我養你的現在 那倒是 你還給我分稿費 那倒是你霸氣 那我也有付出 我每一期都給你分析框架 而陳秀偉有個專欄 就是講一件事 你講講你今期的專欄是什麼 今天那一篇嗎? 今天剛剛出門 今天AM730開燈的 今天呢? 很感慨 是 不知道為什麼近年這麼多 古靈精怪的那些 就是有很多專欄作家 或者其實有很多前輩 認識了很多年 認識了一個人 認識了一個人很多年 但是你真的想不到 近年看到他們這麼多 這麼奇怪的言論 就是在報紙專欄上面 就是有很多不知道 就是林偉詩事件又說 就是 例如梁文道我們也開名 例如林昭榮 林昭榮的老婆 他寫的專欄 其實一直都是這樣的 林昭榮的老婆 但是以前沒有那麼離譜 但是你總是覺得以前不是這樣的 例如林昭榮也是一個擁抱民主價值的人 你覺得他以前也是一個開放 應該是一個開放的人 但是他就會用一個角度去講 其實有一個老師講粗口 這樣就當然有問題 就是他會說 一定是對的 因為你說說粗口不對 一定是對的 但是他好像完全覺得 總之說粗口就不對 好像完全抽空了其他的考慮因素 也都不去想 整個事件的雞蛋方 高牆方在哪裡 就是不想這些 其實我的專欄都不是針對他 因為甚至我有 例如劉健威 劉健威也是寫了很多年的飲食專欄 你不認識的就算了 他又會在《信報》的專欄寫一篇文去說李怡 因為李怡最近在《蘋果日報》出了很多文 都比較支持一些公義事件 本土的論述 本土派的論點 你又想不到一些前輩 我都認識一下 他們是會寫這些文章 我會很痛 我看到他們寫這麼無賴的文章 很不舒服 那秀慧他自己怎麼看這件事 又或者他消化完我們的討論 他如何去表達這件事 大家可以看回他的專欄文章 但我覺得都寫得好像不太夠讀 不太到 因為我和你之間 關於這件事都討論了很多 我覺得我和你之間的討論 都值得放在節目上去分享一下 可能會比較悶 但會比較文化香 除了秀慧寫了一篇專欄之外 今天為什麼要開這個題目呢 最近有些事件 是和一些專欄文章有關 例如林恆子在他的專欄中 他聲稱了 如果這樣搞 那不如都是 即封筆 即是有這樣的想法 即是放聲器 與其是這樣搞 不如封筆 意思是什麼呢 當然就是他 在他的文章的觀點上 其實也和你而有些關係 即是支持他的觀點上 然後在同一份報章 他有一首創立的報章 但今時今日已經不是屬於他的 已經是賣給背後的李宅佳 背後李宅佳 你看到《信報》很多文章 譬如是一些愛國色彩很濃烈 開始多了很多 很多大中華膠的文章 即是其實那個轉變 譬如由陳雲 其實在《信報》寫了很多年專欄 即是他寫了很多年專欄 又開始罵 其實我相信陳雲也會同意 即是當時去罵地產商 叫地產商落地獄 即是開始那段時間 整個副刊又換了人 整個副刊又改革 即是有很多的轉變 其實整份《信報》就已經 好像不能看見 即是變了言論 甚至是寫東西的人 那些態度 那些都是 這是其中一件事 從林幸子那篇文章 即是《香港第一件筆》 即是他那篇文章 都說要放下一支筆 你可想而知 究竟他是受了多少 旁邊的評論和壓力 以及同一份報章的評論 他都覺得變成這樣一份報紙 當然這是有一個很必然 你聽這個節目 你肯定就是政治因素 就是駝鞋 大家都會說 但是也有一個觀點 其實今天想比較文化的角度去看 這件事就是 譬如 這個又要大家聽回 我之前有一集節目 去講關於鬧爆文化 那件事的時候 我怎樣去評論 一些所謂的北斗派的人 其實這個是整個 香港的文化史研 即是你說是一個政治的打壓 或者是一個政治的干預 或者是一個傳媒的干預 它會不會導致到 這麼大批的文化人 會這樣走向一條歪路 我會稱之為一條歪路 其實不單止是這樣的 即是你說純粹是利誘 或者是政治的壓力 不是這樣 譬如我那天跟秀慧談 你寫的專欄之前 我都說 因為現在這個社會 這個社會 這個社會 這個氛圍 或者香港的文化 道德判斷裡面 是容易輕鬆地 讓你去做一些 做壞事的 即是你其實寫 譬如我可以這樣說 譬如梁文道寫那些 什麼仇人也時倫社 那些 那篇文是做壞事的 即是可以這樣去判斷 這是惡行 可以這樣說 即是以一個文人來說 即是你已經去到 很少人會主動出來幫建制說話 是的 但現在是很輕鬆可以說到 為甚麼呢 幫建制說話這件事 現在是很明顯的 即是 即是 很多人會覺得 很拜那套 吵吵吵吵吵 不好啊 配合一下 政府不好嗎 即是會有很多人出來幫建制說話 即是你會覺得很奇怪 此其一 好了 這也是我今天說 說十分鐘都未說到我為甚麼要開這個題目 除了這件事之外 還有一件事就是 最近也是 譬如以以公民教育都說過 就是關於高達的貧窮事件 是 因為那個電視台拍到那個貧窮戶 是 上一床就有 是 他沒有牛肉吃 有些專業級的高達 有些限量高達的 其實那件事 那當然是高登仔的 因為新移民 這是一個整個社會的氣氛 當然你說是否過度批判 可以斟酌 但問題就是 其實那件事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不是出於 所謂的新移民的貧窮戶裏 因為譬如 不買牛肉 不吃牛肉 你只要不是很強調 真的很想吃牛肉 真的很想吃 我求求你給我吃 你只要不是這樣說 其實你去街市買菜 你去肉店 你很容易就會買獸肉 不買牛肉 貴這麼多 牛肉真的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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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菜 都是肉片 買獸肉算 很長時間不買牛肉煮飯 不是很奇怪 很長時間不買牛肉煮飯 而家裡有高達 不是很奇怪 他可以存錢買夢想 也不是很奇怪 你可以說 你這麼窮就不要買高達 你可以這樣批判他 但有高達也不是很奇怪 那件事本來不是什麼問題 但問題出在哪裡 問題出在左膠 你們不要寫那麼多文章 去幫我亂招 你不要寫那麼多文章 說他爸爸作為一個玩具運輸司機 有合高達 一、兩合高達 是很平常的 對 哇 你運街款車還搞得了 那樣 真的太離譜了 然後 連《讀媒》 《讀媒》特別多這些文章 《讀媒》 連《讀媒》也有很多 連《海魂》也有篇 《讀媒》 《讀媒》 那件事關於《讀媒》的事 那件事 你說誰是《讀媒》 可能爸爸是《讀媒》 買了很多高達 但可能因為他也有權結婚 娶了一個不是香港人 你真的太輕視了《讀媒》 不,但我想說很多《讀媒》很有錢的 對 也不是這個問題 你輕視了《讀媒》的尊嚴 你真的不明白那件事 其實是接連很多這樣的文章 這些文章全部都是出事 譬如是之前評論 其實有 其實你聽我之前說《罵爆文化》那一集 其實曾志豪 也是我的朋友 我不知道他現在當不當我朋友 但是曾志豪會在那些報紙的文章 寫那些什麼東西 包容大陸人 簡體字 好像由簡體字開始 包容簡體字 到陳輝還是林景輝寫那些 之前的《杜倫遇難》那些 然後有些人要求不要放煙花 然後他們說 你們有沒有換一個角度去看 其實那些人乘船都是為了看煙花的 即是你是漏屌 即是你是漏屌的 然後去到奶粉 雖然只是一個status 林輝叫你為人奶 It's our body determination 然後去到梁文道 仇人也事輪舍 去到林超榮夫婦 即是你用一個角度去看 老師說髒話當然是有問題 這樣收空所有的soul context 接著到高達的事件 整班左腳群起去維護 又說什麼被高達所遮蔽的社會矛盾 其實那件事態 那件事態不會令到矛盾激化 反而是這些文章令到事態進一步 令到事態進一步激化到一個無法化解的地步 這些文章是徹底地出事的 而事實上我想說一個現象 你真的不是看到那些文章 是沒有那麼多人群起反駁那件事的 高達的例子也是 高達的例子其實是由最初集中去罵 那個中門戶 不是中門戶 即是新移民的貧窮家庭 都是一浪的 但是當一群左膠湧出來 去寫那些九不八八的文章 以為自己永遠站在雞蛋那邊 那些 你不是站在... 他站在高達那邊 你不是站在雞蛋那邊 你站在鋼蛋那邊 你永遠都站在鋼蛋那邊 大劑 你的目標反而轉移了針對他們 而事實上他們令到事態惡化了 而這一類這樣 我總結這一批 全部都是... 其實是做壞事的 我可以這麼說 我大膽地說 用文化的角度來說 我認為這些全部都是北斗派文化的圍禍 什麼叫北斗派文化的圍禍 來有幾個角度去分析 為什麼會出現一大批這樣的專欄文章 第一就是當然 當然 譬如剛才也說過 你說關於政治干預 傳媒和諧 你就會明白 在主流的報章 例如《信報》那些大中華文 你會完全明白 那些產生的動機為何 我說不出名的那個 什麼威娃 什麼威娃 你剛才說的那個 寫專欄的那個 我不知道他是誰 你說寫飲食那個 什麼建威 劉建威 劉建威那些 那些可能是受編輯 或者受一些勢力的左右去寫 都不是純粹交了 但是 一班左翼 例如讀媒那一班 他們沒有理由是因為政治壓力而出發 他們不是因為何而言 但我覺得他們是衷心相信的 他們衷心相信 衷心相信 我想說 那個想法是怎樣出來的 第一件事大家要了解到 首先 由這一節最開初的時候 我說受惠寫專欄的情況 當然我必須要說 受惠寫的事情是特別慢的 受惠寫在我眼中 寫的事情是慢到爆炸的 他半天要做的工作 對我來說 我應該是三十分鐘做到的 但是他做其他事情很快 但是他寫文章真的很慢 所以他之前想說什麼 開連載小數 我說不要搞我 不要搞我 不是搞你 不要搞我 就是我來搞 但是他作為一個例子就是 你看到壓力 其實你定期有刊載的專欄文章 其實是寫得辛苦的 因為其實你哪有這麼多話說 除了有特定的飲食 科技或者汽車 你鎖定一個題目 你就鑽研那個題目去說 其他文人的專欄 其實是你一種生活的體驗 生活的觀察 或者是對一些社會狀況的評論 尤其是社會評論的文章 尤其是知青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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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很流行 一些生活向文化向家事事 融合在一起 社會文化 知青向 用一個文化社會的角度去批評社會時態 那種角度去寫 用這種角度去寫一個專欄文章 那些文章是最容易出事的 大部分都好像抄陶傑那種 不是抄陶傑 不是抄陶傑 陶傑是寫得好的 是不是 我知道 不是抄陶傑 不是 你搞錯了麥洛 陶傑是好的 如果他們過去抄陶傑 就不會搞到這樣 但他們就是失敗地抄 不是 他們抄是抄梁民道 他們整個格式是梁民道的格式 梁民道是北斗派的始終 我告訴你為何會出現這樣的格式 我也同意 因為你看陶傑的文章 不會這樣 因為陶傑的看法 當然他有時候 契仔會無端轉向 但大部分的時間 無論是關於恥笑中國人 小龍DNA 其實他的看法是很一般的 又或者對於 例如梁振英上台 他作為一個唐英年的粉絲 這些是沒有變的 他其實不是一個 他有一個中心思想 其實你能說出來的中心思想 所以你看陶傑的文章 尤其是蘋果的專欄 你要發現契弟 所以有時候人們會說是握稅費 他有時候就會是同一件事 譬如在地鐵大便 他可以寫四、五期 四、五期是說同一件事 是啊 他寫四、五期 他份份報紙都寫 他甚至乎有時候知道這是錯的 他有時候找新聞來說 他叫澳洲總理、黃蟲 他叫那段事實是錯的 但他的核心思想是真的 他的核心價值是一致的 當然這個不值得學習 你叫資料的時候 你一定要找清楚 他是不會這樣 梁振道就會這樣 梁振道會怎樣 梁振道那種格式就會衍生出 那些次貨出來 梁振道的次貨就是 曾志豪那些也是 曾志豪、陳輝、林景輝 甚至乎這一班這樣的 我知道阿豪其實是想參考陶傑那種 他有一點想參考 但他的思維的角度 是用了梁振道那種 那種是什麼呢 知青類 那種我們稱之為一種無相神功 什麼叫無相神功呢 無相神功的意思是 他擺了一個格式 他擺了一個論說的格式 他先拿了一個聯絡出來 然後去找這件事的主流角度 然後找了主流角度 然後再用一個換一個角度 去看主流角度 然後他最後沒有conclusion 他只是提供一個角度 大家有沒有嘗試這樣想過呢 然後用一個似有橫無結尾 難道仇人不是輪舌嗎 用一個似有橫無 似虛橫虛的一個 不是conclusion 而中間只要加插某些人的說話 就 或者叫某些理論 他不會 無相神功最重點的地方 就是他不會真的叫理論 他只會去叫 社會學家佛德摩斯高 曾經這樣說過 但是這件事 跟這個理論其實不是同一個框架 你明白嗎 其實那個code是廢code 他code一個code 只不過告訴你 我可以code 但是我不用這個code 我不用這樣的用點 或者用這樣的手法 我們是可以用另一個 我用一個比較靈魂的 即是那種做法是什麼 他首先陳列 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告訴你 我可以學術地說這件事 不過我這次不敢說 我用一個很靈魂的角度 即是其實 你看完所有的文章 你是不知道他究竟能不能學術地說這件事 其實是從來沒有試過學術地說這件事 他只不過永遠都包裝到 我可以學術地說 不過我這次不會這麼說 我這次就用一個這樣的角度 我們調一個角度來看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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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樣去說 那是一個包裝 那只是一個至稱包裝 OK 但是梁文道也真的懂事 梁文道也真的懂事 尤其是這個廢咖 這個廢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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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劇咖 用在梁文道身上是OK的 因為他真的知道兩件事 究竟有沒有relations 是否有關 因為他真的讀書 真的讀書 所以你一看到陳景輝的文章 就出事了 因為他的廢咖是真的廢咖 即是他真的廢咖 狗不回答班咖 是完全沒有關係 那你寫那段英文在那裡幹什麼 其實我又不是很想針對他說這個 這些話只不過很想說 有意思是這個現象 這也不重要 這個是辦事 這是一個文學手法 辦事說可以給予一種文學手法 要 bench 民學手法 這裏不重要 這個是不重要的 OK的 但是問題 就是梁文道的稿量很高 譬如 你作為專欄作家 只需要不斷地發文 尤其是做一些文化社會的評論 就一定要不斷地保持評論事態 保持評論事態就會出事 為什麼呢?因為其實你的心態會出事 我先說他怎樣出事 他就會面對你這個狀況 有時候你寫了你會覺得沒有什麼好評論 我很老實的,我很老實對某些人都覺得沒有什麼好說 譬如你看看《笑死鎮》,我已經很久沒有說政改 雖然政改好像一直在發生的事情 但我的立場沒有人變過 你一直發生很多傻疚的事情,聯不聯署 我的立場也是全民制憲 怎麼會理解他們就在說 其實你變成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可以說 但如果你不斷地出文章,你就會遇到一個問題 沒有什麼好說,但我又要出文 我要取稿,那怎麼辦呢? 他們北斗派就會用了一個說法 就是經常去換一個角度去說這件事 於是你們就會發現一件事 他們的立場飄得很厲害 是可以換任何的立場去說不同的一件事 但你又不會認真地捉到他真的搬龍門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剛才的梁文道格式 到最後那個不是結論 到最後他只不過說我提供一個角度 我們嘗試看電視 梁文道當然也會小心一點 早年他也會小心一點 但你一到陳京輝那些就糟糕了 譬如說那些,你們有沒有想過 遇難家屬都是想看煙花的 我們怎麼可以禁止煙花的 你不就馬上吵 你換任何角度都不能換這個角度 我想說梁文道最高張的是 其實他有一段時間就很少再評論時事 他其實轉去寫飲食、寫人生道理 那些我覺得是可以的 其實那些都是可以看的 但一轉去做那些公知 即公知很大陸 不是,梁文道是厲害的 即公共知識分子的程度就不行 梁文道是厲害的 舉例,梁文道寫一篇文章 類似是關於自由行開始的時候 他有說過類似是關於威尼斯的狀況 他整篇文章都是說威尼斯的 但是他前前後後一兩句的煙草 就好像是大印了 今天的威尼斯,明天的香港 就會變成這樣 旅遊業就會帶來這樣 但其實他沒有下過關於是 但今天沒事的 這樣就沒事的 這樣就沒事的 然後他翻斗別人去質問你有沒有感覺 那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寶華的角度給你看 你又出去不出去 那是沒有問題的 那是沒有問題的 但譬如你一次等而下之去模仿他 就會全部出問題 就會變成那種北斗派立場 而他們習慣了去換角度說的時候 他們換一換一換 就會覺得怎麼換都沒有所謂 這就是你那天跟我討論的問題的時候 為什麼那些人可以這麼邪惡去做一件壞事 就是我們的意思就是說 你怎麼可以寫文章去批評林惠斯老師 你怎麼可以這樣做 譬如你會覺得 又或者軟故地說 你覺得怎麼可能 譬如佐丹奴出現簡體字 你覺得這件事怎麼可以包容 但是他們為什麼會覺得包容 就是因為他們習慣了 他不是用一個自己的核心價值去寫文 他是放在那裡 趁你有一件事 我先想想 這個角度 誰寫過 看一份報紙 這個角度他寫過 這個角度他寫過 好 我轉46度角 轉來這裡 這樣就可以寫了 當你這樣轉得多的時候 你轉了去對家 你自己也不會覺得 就是 你會慢慢說 你會因為這種文化價值 習慣 或者這樣的習慣 就令到你可以這樣 令到價值沒有了 所以陶傑 如果大家有看陶傑的文章 其實我有一點是認同陶傑 陶傑經常都批評文化研究這個科目 嗯 即是文化研究這個科目 是會慢慢引辱這種價值觀出來的 其實 但是 我是認同陶傑這個觀點 但是我 我對文化研究 你是想去讀的 你差點就變了左膠 差點 我有文青的氣質 差點就變了左膠 幸好我選舉都花了你的錢 不是你拿去讀書 你就大膠 我想說 那個是很 我覺得文化研究有文化研究的價值 但是我覺得基礎很重要 即是文化研究 你要有很厚的基礎 你才可以去讀那一科 就是這樣 但是沒有的 那個是讀書 很多是 但是沒有問題 很有文化基礎的一個人去讀讀讀 即是 我會覺得等於讀書的時候 即是 我會覺得我讀大學的時候 進去讀中文才開始真的懂中文 其實 但是你沒有理由 即是一進入文化研究 你就覺得自己很認識所有不同文化 我再講一個點才完結 我講了北斗派的維和 雖然有點超市 即是剛才講了幾件事情 第一就是 那個無相神功 那個無相神功 發明你 我不敢說是梁文道發明 但是梁文道用得最多 就是梁文道的無相神功 可以令到他做到什麼 就是他用這個框架 是什麼東西都可以評論到 就算不是自己的專業範疇 都可以評論到 我評電影也可以 我評電影也可以 用文化加社會的角度 我又可以用文化加社會的角度 再加一些更換的角度 我又可以評論政治 我又可以用文化加社會的角度 加一些更換的角度 又去評論飲食 我又可以用文化加社會的角度 加一些更換的角度 去看城市規劃 其實沒有問題的 其實是有問題的 其實是有問題的 平飲食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不是的 但其實你使用 譬如我寫不到平飲食 不是的 我怎麼評論 我吃不想出有什麼分別 那你評論什麼 即是當你一個人 味覺有問題的時候 你還可以寫食評的時候 他用什麼角度 用文化角度加廢 再換個角度去看就行 對 你是不關美國的事情 但你寫食評 你會覺得很不可思議 你寫食評 怎麼可以不說味道 我不想太 我跟文化全程的角度去看 這樣行不行 這樣又可以寫到 是可以的 飲食可以這樣寫的 那你這種無相神功的大法 如果你大而化之 你化到什麼東西都寫的時候 他就會出現問題 而當你公底不… 蔡子強化 而當你公底不心口的時候 蔡子強是另一例子 蔡子強沒有研究價值 他完全是說話 即是你現在是說 有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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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現在說 現在是拆勢北斗派的 那個深化研究 即是 你如果每個人都學他這樣 然後再講 等而次之 即是曾志豪 麥輝 甚至乎那些 左翼二十幾 不知道 不知道誰 你沒有那個根基之下 用這套公法去寫 就很大劑 但這套公法的好處是什麼 你出稿可以很密 你出稿可以很密 基本上 他不會面對你寫的問題 你會覺得 這件事我是否真的有看法 你是可以沒有看法而寫的 你就可以寫得很快 寫得很密 就可以十幾分鐘 或者半個小時之內 你可能最浪費時間 就是找那句廢號 你明白嗎 這樣就可以寫得很快 很密 於是就變成了一套 穩食工具 這套穩食工具 就是因為你不懂 所以你不懂才寫半天 用了這套穩食工具 我不是不懂 我是不能用的 我們稍後再講 為什麼不能用 你用了這套 無相神功大法 你可以寫很多文章 但你經常換個角度 你會飄移到你忘記了 你忘記了寫文章 其實最重要的是立場 就算你的立場被人罵 你最重要的是立場 你忘記了這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他們經常有一個角度 譬如我們說回高達的事件 高達的貧窮事件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 左翼出了這麼多文章出來 是要故意和一些文情去唱反調 其實為什麼會寫了那些文章出來 為什麼會有那些文章叫做 毒倫的悲哀 或者高達遮蔽了社會矛盾 其實他們出發點的心態就是 他們覺得現在大部分人 主流普遍就是這樣看 我要寫一個主流以外的 換一個角度的角度 他們的角度是弱了 支持弱了 不是這樣 不單止是這樣 他們不單止是這樣 他們其實有一個心態就是 我作為一個寫文的人 我看到的東西 是一定高於民眾 你明白嗎 這是民人的過度驕傲 主流現在 尤其是在網絡的時候 他們寫的動機是什麼呢 他們看到就是說 譬如有100個人在說 沖上雲燒的時候 然後你一定要寫一篇文 沖上雲燒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就像膠鴨一樣 即是膠鴨集港的時候 大家看得很開心 然後就一定要寫一篇文 你們的快樂是廉價的 哈哈哈哈 你明白嗎 你不喜歡膠鴨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但為什麼你要說我快樂是廉價 你不喜歡就不去看 我快樂是廉價 我快樂是廉價的 我快樂是廉價的 你現在想到他多少錢 我沒有說要賣 但他一定要找一個角度來寫這件事 他除了為寫而寫 除了為寫而寫 除了為寫而寫 無相神功 不斷地換角度 換什麼角度都沒有問題之外 第一他無相神功 為寫而寫 第二他的立場角度隨時可以變 那麼他們多數會選取什麼角度去寫呢 就是與主流意見相反的角度 這樣才突顯自己是文人 當你所有人去 你老闆 沒有錢買牛肉 買高達 然後他們就會說 唉 獨屁的哀愁 高達遮蔽了社會矛盾 然後九不八八寫了一句 他爸爸其實是做玩具運說 你老闆 你老闆 我又想說 其實他講的所有 抱的那個 就是說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只是那句而已 我不反對 你所有的意見 我都折落 我可以告訴你 我會覺得一個人 譬如我覺得 有些批評是很無稽 有些人批評就是 那個人怎麼會窮啊 肥師大姐 窮人才肥的 低能啊 窮人哪有時間做運動啊 窮人哪有時間做運動啊 真的沒有關係的 瘦的肯定是有錢的 大佬有時間的 還有一個貧窮的小朋友 為何要有貴的玩具 還有很多原因 其實有 那你可以說他不生性 你可以說他為何不存錢 來時娶老婆做首期 他偏偏就是不吃飯去買高達 也有這樣的可能 但你不要跟我說 貨車司機 用了很批判的角度 批判文化 網上沾了文化 以後還會不會有人受訪 你有沒有人受訪 掛傻事 那是甚麼角度 那些角度是隨便 隨便搬的 是隨便搬的 為何會搬到這麼黑人的角度 就是他們故意搬一個 譬如麥玖輝就是這樣 當一撞旋人人都說不要再放煙花的時候 他們一定肯定要調個角度 其實你們都說不要放煙花 你們有沒有想過 那些人原本是想去看煙花 我屌你老母 但他們為何會選擇這個角度 就是因為文人的自傲 他們認為文人 就是應該站在一個高於群眾的立場去看事情 你明白嗎 然後他們眼中的陳雲就是 現在大家都這麼討厭大陸人 你還寫一篇文去幫助他們 讓他們有立場去憎恨大陸人 你這就是民粹主義了 我們作為民人是不能夠民粹的 那甚麼是民粹呢 凡是人民說事的 我們都說不 這些人是這樣的寫文 就是這樣的立場出發 於是你今天那篇文章會說過 為何人們會這樣寫文章去做這些壞事 其實不單是因為收了錢 不只是這些膚淺的原因 是整個文化史然 所以今天的題目很深 雖然我說了一句 你老母 休息一會 我怎麼不願意 你會開動 哪一句話 能不能開動 那一句話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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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